感到大 MD 環境 胡忍說,燕京大學是中國最美麗的校園 难有深浆 北有眼睛 司徒雷登的梦想 是建立一所 艰巨中西文化之长的大学 要联合名不见经传的几所学校 司徒雷登发现 自己现身于一团麻烦之中 新文化运动它是一个双人界 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 并没有意识到美国构建的国际秩序中 根本就没有中国的角色 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抓走 燕京大学被日军宣布解散 我现在邀请日本皇帝 和日本共产兵 司徒雷登也没有想到 这是他在出生地杭州最后一次晚餐 他有一种使命感 但是他没有政治经验 什么让他进入困难 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大使 不管是中国人都需要他 用毛泽东的话 是别的使徒人跟美国人 也不需要他 他是一个人 他有整个人的生活 在小鸟